女人拿着照片往桌子上一看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照片里的东西竟然奇迹般地出现在桌子上 她满脸疑惑地起身查看 发现里面竟放着各式各样漂亮的首饰 女人没有抵挡住诱惑 把项链戴在了自己的身上 她对镜子中的自己很满意 于是转身看向床上的照片 接着再次拿起一张照片对着墙面 照片里的话果然出现了 只是看着有点圣人 但仔细一看画里好像有个人影 女人惊恐地转身查看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她以为自己眼花了 继续翻看着手里的照片 一张40米大刀的照片直接忽略 而下一张照片有个钱包 里面好像有很多钞票 贪婪的女人并没有多想 可就在她对着墙面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门口有一双脚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里面的东西已经出现在门口 她有些害怕地打着招呼 但对方依然一动不动 此时的女人有些害怕了 怀顾四周后没有发现防身的东西 于是将目光移向40米的大砍刀 随后拿起大刀小心翼翼地朝门口走去 女人发现了恐怖的一幕 惊慌失措的她立马回到屋里 拿起刚刚的照片仔细查看 黑暗的部分似乎有恐怖的东西 可当她转身却又什么都没有 世人还是鬼她势必要弄得清楚 于是拿着砍刀慢慢走了过去 里面果然什么都没有 女人低下头继续翻看 发现一张写满单词的照片 上面写着全部撕掉 可就在她想着要不要撕的时候 一个小可爱突然出现在了后面 而女人并没有发觉到异常 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撕掉照片 后面的小可爱也随之消失 女人接着一张一张的撕掉照片 照片里的东西也接连跟着消失 就在她准备撕下一张的时候 发现照片的右下角有个箭头 于是她好奇地拿了起来 却没有发现照片的另一面 一根绳子套在她的脖子上 女人就这样隐恨西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好奇心不要太重 否则后果会很严重